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一下日线的结构 大家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 最近都很震荡 都没听不懂 区间盘整 一天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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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怕走 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电脑的画面 我们看一下电脑的一个画面 我们看一下 我用滑鼠给大家看 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我这个游标在闪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工具上面 台子旗的日线 那前一波的低点 在8273 8273 这边出现了一个我们工具特有的 抵挡管理的讯号 它代表的是会反弹 一路从8273 谈到了8937 然后最近开始出现一个震荡整理 来到了8881 那大家就会问 薇文老师 那现在到底这个指数要怎么看 指数要怎么看 我把图放大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电脑画面 今天这个图 我们看目前的日线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台子旗的日线 现在还站在多空线之上 那就简单啊 代表什么意思呢 多方的格局还在 多方的一个格局 还没有做一个太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大家会问说 那今天 当充怎么做 我直接了当跟大家讲 我们工具是很简单的 来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其实你看一下我们工具的画面 当我们看到 红色向上箭头 就是一个做多的讯号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个蓝色向下箭头 就是一个做空讯号 另外 有一种讯号叫做乖离讯号 我们看一下 我直接给大家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代表高档乖离多方解码讯号 等一下会教大家 红色三角形代表低档乖离 空方解码讯号 套用到今天的盘 套用到今天的盘 我们要怎么看 来 我们来对照一下 今天5月8号的行情 今天是5月8号 来 我们这边 麻烦我们这边拉近一点 对 这个地方有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在8855 885 这边有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那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什么 我刚刚教大家 来 我们对照一下 这个东西 做多的一个讯号 对 做多的一个讯号 对 所以呢 看到这个图 买进讯号的部分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买进讯号 885 欸 那要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什么 偏多操作 对不对 偏多操作 那接下来呢 你看喔 指数开始往上涨 往上涨到这个地方 出现了高档乖离 来 我教大家 高档乖离代表什么 多方减码的讯号 对吧 诶 多方减码的讯号 所以 你看喔 当你这边做多之后 涨上去 看到高档乖离 诶 投资人 你可以做什么动作 你的多操可以做什么动作 是要进还是要出 对不对 要进还是要出 把它出掉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段 你看 来 我们再看电脑 这一段你就可以先获利 26点 这一段就先获利了解 那你看喔 下面的 我们有一个附图 叫做大户的能量 大户的一个多方能量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买进讯号加上大户能量 都在做多 对不对 都在做多 所以今天为什么盘中 它是什么 先涨后杀再反弹 对不对 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原来会涨 原来就这样 所以你再看喔 来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今天 礼拜三的航行 因为今天航行就是 直接就是做多 就是一个动作而已 那我们看一下 5月7号 礼拜三的一个部分 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 卖出的讯号 在8845 就一路往下跌 跌到了8809 对 跌到了8809 那你看喔 那其实最近行情 就是一下涨一下跌 震荡来震荡去的 到底 要怎么做 到底要怎么做 你再看喔 我们的工序可以切换 你可以用5分K的 也可以用3分K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个是我们3分K的画面 3分K 我们对照一下 下面这个地方 这昨天呢 5月7号 有一个低档瓜里 在8818 出现了一个什么 反弹 来 我教大家 我们看一下 瓜里讯号 看到一个红色三角形 代表什么 短多进场 来 我们对照一下喔 是不是一样 诶 一样喔 对不对 8818 出现一个 红色的低档瓜里 你就反手做多 涨到了我们多空线这边 把它回补 正22点 所以 昨天的行情这样子做 今天的行情 也是一样啊 完全照着讯号去做一个 操作的一个动作 所以 我跟大家讲 我们看我们电脑画面 如果您有工具的话 您会赚不到吗 这个真的是你该赚的钱 所以 最近的行情 真的在震荡者 你都会震来震去震来震去 那我跟大家讲个东西 你看喔 近期的高低点 的价差 近期高低点价差 你看 4月28号 到今天5月8号 你会发觉 高低点价差越来越大 对不对 100多点 什么叫高低点 最高点 减掉最低点 最高点去减掉最低点 现在的高低点价差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80几点 可是到今天缩小了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一个星期以来 高低点 只有139点而已 震荡来震荡去 低点在8750 高点在8889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是整理盘 对不对 现在就是整理盘 所以我们的工序 特别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介绍给大家 如果遇到震荡整理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来 因为我今天有准备一份 很棒的资料 要赠送给大家 所以你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我们工具 会告诉大家 支撑跟压力在什么地方 支撑跟压力在什么地方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条红色的线 一开盘就会告诉你 压力在8826 这个是5月2号的画面 压力在8826 然后这个地方 会告诉大家一个支撑 8788 所以会发现到一些事情 5月2号这一天 高地点几乎全部都被 框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早上冲高 然后就压回 为什么 因为它刚好碰到了压力 对 你看我们滑鼠这边 刚刚好碰到了一个压力 对 再加上出现一个高檔瓜力 对 所以我问一下 我也听好了 假设你看到这个东西 还可以追吗 不可以 不可以对不对 对 就不可以追啊 所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我相信投资人 都懂了 这简单 所以你再看来 我再举一天的例子 5月5号再看 压力 这条红色的线 8869 对 出现了一个 压力的部分 我们一开盘 就会告诉你 压力在这地方 中线 8815 5月5号这一天 高地点几乎你看 完全被框数 早上开高 就是不可以追加 为什么 因为 他碰到压力 对 碰到压力 当然不可以去追啊 你会买在天花板啊 对不对 你会买在天花板 那就不对了啊 可是呢如果你知道说 原来压力在这地方 你5月5号那一天 你就不会买在最高点 你看到 反而你可以依照我们的 管理讯号 对不对 做一个短控的动作 就跌下来 跌到我们的中线部分 8815 这边就可以做一个 回补的动作 所以震荡震荡震荡 你看震荡到最后 你看 你有这个东西多好 运用我们工具 一开盘 就会告诉你 压力 支撑 对不对 这边还有个支撑 87873个价位 一开盘 就会告诉大家 一开盘就会告诉大家 所以你来看喔 我在举一天的例子喔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份资料 珍贵在哪里 因为我们每一天 开盘 都会告诉你 今天你要当充的 支撑跟压力 在哪里 支撑跟压力在哪里 你在看喔 5月6号这一天 压力在这地方 8876 中线在8839 你看 几乎就在这个地方 呈现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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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上去 涨不上去又压下来 为什么 因为压力就在这个地方 对 压力就在这个地方 那反过来说 开盘跌下来 达到将近支撑的部分 又有反弹上去 这个东西 我跟投资人讲 这个就是什么 盘整盘的特色 对盘整盘的特色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今天这份资料 你看喔 5月9号 今天5月8号 对明天5月9号 可以试用这份资料 压力在哪里 中线在哪里 支撑在哪里 只有我们的工具 会显示 欢迎大家来电索取 你看喔 压力 中线 支撑 这个东西 对于大家的当中来讲 重点非常非常重要 对 我问韦庭 如果说你知道 明天的支撑跟压力 就比较好操作 对啊 就很简单 所以这份资料 珍贵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你运用这种方式 来做操作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资料 今天免费 提供给大家 来欢迎大家来电索取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来我们来对照一下 今天行情我们要怎么看 来 跟大家讲一下 好 对照一下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今天的一个行情 来 5月8号 我们在电脑画面 今天行情在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 买进的讯号 8855 对 885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后面就往上涨 往上涨到这个地方 高档乖离 8881 就顺势 做一个什么 获利了结的动作就好了 所以 你会发觉到最近的行情 真的 越来越难操作 如来如拍走 你到底要怎么做呢 来 我给大家一句很简单的一个话 你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如果明天 会比今天更好 那你为何不改变 你改变一下 你可能这一个礼拜 操作真的都非常非常 不顺利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一下 一下 开高一下开低一下 涨一下 对 我相信投资人真的很难做 这拍走 可是你运用正确方法来做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喔 你跟着我们的讯号来做操作 真的不错 你看一下 5月5号 5月5号 本周一 开盘出现一个什么 高档乖离 那我教大家 你看喔 你看到这个讯号 蓝色三个型 高档管理 你可以短空进场 欸 对不对 8877这边跌下来 你看一跌就跌了62点 这个地方 8815跌到我们多空线 以及我们工具的 支撑之后 你这边就作为回补 8815这边作为回补 你就可以震62点 对不对 震62点了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行情 你就觉得 真的有那么难做吗 对我直接了当 跟大家讲 因为就是盘森盘 所以你更需要特别工 你说 魏玉老师明天还会不会盘森 我也不知道 后天会不会盘森 这个很难讲 可是我们要防范于未然 对 如果真的明天盘森呢 你如果拿到我们今天这份 要提供给大家这份资料 你就知道明天 支撑跟压力在哪里 给大家体验 好不好 我们工序真的很好用 所以提供给大家体验 你看一下 当有时候你要流仓 对我们不会 不会只讲当充 还有流仓 对流仓的话 如果你要做一个短线的波段 你要什么操作 你来看一下 我举个例子 这4月28号 你看一下 当我们工具出现一个 卖出的一个讯号 卖出的一个讯号 好我们用电脑来看 来 这个地方 马上这边拉近一点 出现一个 蓝色的一个什么 向下的一个箭头 代表要做空 对8925 这边出现一个 卖出的讯号 然后就开始往下跌 一路跌一路跌 最低跌到哪里 跌到了8691 这样跌多少点 考考大家的算数 8925 到8691 这样跌得超过200点 对很多 可是你照着我们讯号操作 你看 是不是完完全全掌握到 真的啊 就一路往下跌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再出现一个什么 红色向上的一个什么 箭头 好来我们拉近一点 再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 8801 再一路往上涨 对所以从这一段 8925 到这边 8801 总共是124点 我不要跟大家算太多 就算一口就好了 不要说一下五口一下十口 不会这样子 一口也好 对一口就好 就多少钱 120 对 两万四千八 两万四千八 我已经算数不错 然后上面有写啦 对 偷偷打pass 所以你看 你要运用这种方式 你在对照 一样啊 那短线当中怎么做 你看喔 我们这边 4月28号 开盘出现一个 低档瓜尼讯号 对 出现一个低档瓜尼讯号 你看喔 短多进场 对短多进场 你再对照一下 是不是一样 8703 你这边可以做短多 大户都在做多 当然有机会长 是不是往上 来 是不是往上了 往上当公到这一个 来我比给大家看喔 当公到这边的时候 8.7.9.4 这个地方 8.7.9.4 这个地方 你就顺势把它回补 8.7.0.3 到8.7.9.4 这边顺势左右回补 一样是91点 那一样啊 这两笔操作呢 诶 不会说 威远老师他每笔都大赚喔 也不见得啊 可是偶尔会小赔 我们要的是什么 大赚 小赔 这个才正确 你看这笔单就会小赔啊 小赔10点 可是呢 后面这笔立刻就补回来 对不对 8828 跌下来 收在8819 所以你看喔 4月28号 照我们这个方式去做操作 当充就可以90点 诶真的啊 90点喔 90点多少钱 一口200块 对一口200块 上次多少钱 一万八 对一万八千块 所以你看啊 其实期货当充 大家可能会觉得 压力很大 可是只要你有正确方法 去做操作的话 就很简单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看一下电脑 如果这不是您要的 那什么才是您要的 这么简单 您为什么不要 所以我今天 我们在复习室 提供一份很珍贵的资料给大家 你可以来验证看看 明天 你就可以来做使用 你看一下 来 你再看一下 5月2号这个地方 压力中线 完全把高低点框束 5月5号一样 压力中线 完全把高低点框束 5月6号 支撑压力完全高低点 真的都框束啦 现在就是盘审盘 你要用特别方法 去对付它嘛 所以现阶段呢 来 明天呢 5月9号使用 压力中线支撑 只有我们工具才会显示 欢迎大家 来电做一个索取 好 我们更多有关 这个期货方面的分析呢 我们鼓喊大人家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新关系开始咯 我们承诺的客厅新关系 我们调理的餐桌新关系 我们相爱的卧室新关系 厚拉风格家居 打造我们爱的新关系 你跟我幸福成家吧 厚拉 厚拉满三千送三百 大家要幸福哦 在古海中 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 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你有长期胃痛 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阿姨 你还好吗 我在看连续剧了 你在用平板 这我女人送给我的 你看 我可以随时打电话 玩游戏 拍照也好清楚哦 Jimmy 远禅平板 搭配新一代高速网路 速度最快 这是我女人 她还没有男朋友哦 大公 我们现在就是远传 买平板送给妈 好 今年送给妈咪 最聪明的礼物 来远传半平板 多款平板 零元起 现在买Samsung全系列平板 独家加码送蓝牙喇叭 你有长期胃痛 胃食道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017-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试用包哦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特立屋年终期 全款满2000送300 满冷气满万送千 精选冷房商品85折 好 欢迎再来回到 旧国海大赢家了 我们还是要从今天这个筹码面 来请这个威元稍微的分析一下 不管是在骑现货的表现 好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筹码部分 不论是现货还是骑货 法人还是偏多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三大法人的 现货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外资 投信 自营商 全部都站在买方 总共合计的买超了19.8亿 比如说威元老师 19.8亿多还少 我觉得其实不多 可是你看一下它的期货部分 你就会感觉到 其实它还是蛮偏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期货筹码的部分 三大法人期货筹码部分 今天的外资还是偏多操作 1186口 现在进多单 来到了18000多口 18000多口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 台指期 5月份的结算日 在5月21号 5月21号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今天也才5月8号 还有一段时间 它都一直以来 维持这么多的一个多单的部分 代表它还是比较积极偏多 做一个操作 所以筹码面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解读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最近的一个行情 我们来复习一下 最近行情我们要怎么操作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之前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之前的表现 因为一个好的工序 它过去值得你验证 对不对 你把它验证完了 你就会发觉到 原来过去会准 那未来呢 未来也会准 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大家验证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跟着我们讯号 做操作 你就觉得真的还没办 还无往不利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4月21号 你照这5分K 我们的买卖讯号去做操作 4月21号到4月29号 你看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买进讯号8919 8919这边有买进讯号 一路往上涨 真的一路往上涨 大户能量偏多 买进讯号一路往上涨 那反过来说 等它出现卖出讯号的时候 8957 这个时候把你的多单平常掉 再反手做空 就往下跌 所以你看 这样子你看 这边涨了61点 这边跌了47点 你会想 诶 文言老师 还不错 两个加起来 61点加47点 也超过100点了 对 也超过100点 那你看最近的行情 真的比较震荡整理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张图 我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最近的高低点 你会发觉到说 很大 对不对 100多点 你看哦 4月28号那天145点 30号有107点 5月6号有76点 对不对 5月5号86点 所以最近什么 高低点 就是最高去减掉最低 中间 诶 range还蛮大 可是指数居然不会动 什么叫指数居然不会动 来我们看电脑画面 近一个礼拜高低点 只有139点 对不对 只有139点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叫什么 三南三北走一回 对 都是一样的 从开始到结束 几乎指数没有变太多 所以代表是什么格局 盘整格局 好 那盘整格局 怎么做 就在我们今天 要提供给大家的这份资料 你看哦 我们再验证给大家看一下 5月2号压力在8826 中线在8878 对不对 是不是几乎就在这个高低点 指数就在这边震荡啊 所以你可以把高低点抓住 你看5月5号一样 压力 中线 支撑 三个数字 我们一开盘就会告诉你 那这个是我们工具 我们的工具独有的 那是我们的客户 才能够有 那今天我想 微温老师很开心 今天这个东西 要开放给大家 去分享一下 明天你可以用的 对不对 我不会给大家太久 你这个可以用一个月 那个太久嘛 要验证就是验证一天 明天 有没有准 你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你看哦 5月6号 压力 8876 中线8839 你看 几乎完全都在这边 做一个震荡整理的动作 所以你看 明天呢 5月9号使用 压力 中线支撑 我们这边总共有三个数字 您来电 我会告诉你 只有我们的工具 会显示 欢迎大家 来电做一个索取 我们的团队 很高兴 也会很乐意 帮大家服务 跟大家讲 这个数字 您拿到了怎么使用 压力之深 怎么做一个运用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所以来我们再看哦 我再把现在指数的结论 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一下 到底是偏多 还是偏空 我觉得大家不用猜 你看工具就很简单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 K棒就是站在多空线之上 什么叫多空线之上 什么叫多空线之上 很简单 红色的 就是偏多 红色就是偏多 蓝色的就是偏空 所以你看 这段时间以来 多空线都是红色的 是不是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啊 那你看这边也是一路大涨 所以呢 到现阶段为止 现阶段为止 我把图放大 来 这段以来 现在K棒还站在多空线之上 所以不要去猜 就想明天到底要涨还是要跌 对 你有工具就真的很简单啊 就真的很简单 所以跟大家讲啊 所以你看喔 最近以来的行情 你会觉得很难操作 那可是呢 我举一个例子 你就会觉得其实 没有那么复杂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你看喔 4月16号 你运用我们工具 当充了这个三分K来做 乖离讯号 8897 8892 出现两次高档乖离 真的往下跌 跌的速度又急 又凶又快 真的啊 到这个地方呢 低档乖离 8874 这个地方 你顺势把这两笔 空单回补 23点 18点 后面又反弹上去 你再把多单回补 你会说 喂老师真的 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这么厉害 可是呢 你会觉得说 对啊 这样子我们到底 要怎么操作 可不可以体验看看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 提供给大家 这个盘整三线的资料 压力支撑在哪里 你明天 可以做一个什么 使用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看喔 我们看一下电脑 如果您有工具的话 您会做错吗 对 今天的行情 也是一样 如果你怎么知道说 尾盘 对 中场会出现极拉的动作 为什么中场会出现极拉的动作 来 我们看喔 为什么 对 这个地方因为它出现了买进讯号 8855出现了一个买进讯号 往上一路大涨啊 一路大涨出现高档过来之后 你把多单回补掉 就可以赚 26点 那一样这边 大户多方能量 对 那就很简单了 所以你每天 不管你要做波段 不管你要做当充 只要你想操作 奇货的 想要在这个市场上面 赚到钱了 欢迎你 来运用我们工具 来做操作 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强调的时候 今天 要给大家这份资料 你再看一次喔 我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强调 因为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明天你要吃到高低点 支撑压力 你要抓转折 对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抓转折 那你要什么抓 你来看一下 5月2号 对 压力中线 中间震荡整理 你可以把它的 高低点抓住 5月5号 一样压力 中线 压力8869 中线8815 上下震荡起伏的状况 你也可以把它抓住 5月6号 一样啊 压力中线 8839 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高低点 把它作为抓住 那我刚才有强调 因为最近是震荡整理的行情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喔 我觉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 我今天有没有看过三国 男生可能 男生比较堪 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我们看他电脑画面 刘备曹操孙权 对 刘备一开始最弱了 跟大家讲什么 刘备在52岁的时候 很老 才仰头问昌天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成功 他最后跟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他已经52岁了 所以 同志朋友 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为什么 你不要觉得完 你不要觉得完 都还来得及 你看喔 没有理由 我们照他电脑画面 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也没有太晚的动作 所以今天这份资料 只有明天可以做适用 压力 中线 支撑 只有我们软体 工序才有显示 欢迎大家来电搜寻 好 更多有关这个 期货方面的这个趋势分析 请左链